好的,欢迎各位回来,这条上线做的游戏楼层主线 这个计划是53期了嘛,上一期我们也是让,就是没有经过高层的同意 就要进行我们这个主线的下一步计划 去meridian这个地方 对,我们他们的研究已经完全研究透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开会了 果然还是要走程序的 Nexus leaders think our search for meridian is a waste of time but we know they're wrong Turning on vaults won't be enough without the heart of the system Just to clarify,you're defying a direct order? Not just me 诶,我们不光是我们一个人要的 不执行他的命令 no,not me we,we are going to defy them 哈哈,that's the spirit and the ket? that's where the ghost storm technology comes in isn't that right,reika? absolutely,our forged signals should divert some ket from you it won't be all of them,but it'll be enough the tempest is small and fast i don't need a big window we'll drop you off and make our潜行船 潜行太空船 所以说有几个开拓者把我们吸引火力的话 我们自己就可以潜过去了 好的,那我们就去到传说中的这个植物 植物,叫植物心的地方 其实真正的话,植物心并不是这个地方 maybe bone up on the uniform protocol,liam subsection shirts A journey to meridian 不过呢,反正主线里面就到时候会讲 what they do,dogma pay? we get paid 主要大概会讲这个遺族就是remnant这些科技的一些 其他的消息 我也说过,先前我们的进程的话 其实基本上和一代的这个剧情略有点像 但是一代的剧情肯定好一些 因为一代的话,毕竟还是把很多东西给解释透了 这座的话,好的东西其实还是没解释 嗯 啊,这就像一个太空站一样吧 这确实很漂亮的 giant space station giant space station 对,一个大的太空站 呃,这一战除了带女朋友之外 还带个,带个liam吧 liam因为 不带liam和带liam 他有一两段非常不同的这个剧 也就是开头的剧情 所以这时候给大家看一个带了liam的这个剧情吧 就这样 am 给她 看来 Ghoststorm Initiating Ghoststorm 我码 3 2 Go ENEMY SIGNATURE DETECTED BREKER, IT'S WORKING READING A BUNCH OF CAT HADED AWAY BREADING BACK, IT'S ALL YOU NOW, TEMPEST WE SHOULD GET THEM AS CLOSE AS POSSIBLE TO HEAR INTENSE READINGS COULD BE SOME KIND OF CONTROL CENTER 多糟糕 反正我们之后的话就自己得弹出去了 I'm great at falling 这个地方嘲讽自己 反正这个梗的话是我们刚开始来七号雨精星球的时候 就从很高的地方掉下过 I've fallen out of so many things now I should be a pro 我应该是个专家 对 如果是你跟Leon两个人 展开恋爱关系的话 这段段话还不一样 还是有点意思 but once we go in we'll be clear as day to any troops on the ground Well just be careful Don't worry about us Just make sure you and the Tempest get out safe Loud and clear 此处应该有背景音乐 反正我一直都是这么觉得 就是 游戏呢在背景音乐上面还是下的功夫少一些 就真的一个好的背景音乐真的可以给游戏炸好多分 那这个所谓的子武 其实也不能叫星吧 应该只管它叫子武站 这个空间站的话 上面有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 就连我们安盖尔都不知道的一些东西 安盖尔呢 他在就是说大概八十多年前 还没到一百年 他之前这个Scourge 几乎快回到安盖尔这个文明 但是他们生还 就生还下来这些安盖尔 已经不记得 Scourge这个灾难发生之前的一些安盖尔文明的事情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 我们基本上可以就是稍微追溯一下这个安盖尔之前的起源 喂 居然就从这么高的地方直接跳下去了 落地的时候先要摆个姿势 是不是 不过这个场景确实还是挺挺挺好 就是挺棒的 我觉得 就是游戏里面主线的这些场景呢 什么的还是 我觉得还是做的挺挺好的 对这一块地方看起来像个城市一样 对为这个空间站怎么会像下雨呢 Halffinder 当我和那公司联络的联络 我检查了一个困难的组织 接触了通过一个处理的处理的处理 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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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理处理处理 有两个零塔 双塔的话 我们每个人塔在去看一看 嗯 对我们去塔里面看一看吧 嗯 两个塔随便去哪一个都可以 Halffinder interfacing with that console has activated a gravity well 嗯 再来看一看这边风景吧 确实 非常漂亮 尤其这个艺术干人上面绝对是没话说的 但是讲故事这方面 可惜了 嗯 我现在感觉很小 我现在感觉很小 我这边有个弹性炸装导 嗯 欣读一下来看一对红脸又要干人 Cat signal 看来有些Cat也在这里 看来有些Cat也在这里 Peter's era has been infiltrated 所有部队都要专注地 和处理处理处理 What Rider Gotta go through us 互败 这些CAD 他刚才这个敌人的主要名字就是他们的一个主要敌人的话叫一个阿康之剑 阿康之剑有病啊这种名字你也叫 这些好多CAD这些箱子都在这里 我一下子都不知道是谁是谁 诶 女朋友在干嘛 我要抱头的为什么老是老是把敌人打得到处飞 哇哈 诶 为什么敌人叫到水里面不死呢 这是个问题是吧不科学 难道他们就是有外国鹅的话就比我们强悍吗 I guess we can come here if we run out of water doesn't look like we ever run out of water here CAD report Commander report the lack of progression in sector 61 revenant defences adapt to abyss attempts adapt to bypass attempts the Archon's mandate not to use force is frustrating some senior analysis 这边这些CAD的一些士兵听到阿康说 不要对这些人们的科技使用暴力 把一些就是让一些CAD很费解 阿康当然不想让这个人们的研究给给毁坏掉嘛 所以说他还是比较珍惜的 我之前又说过他这个阿康这个吧 他还就是说对着这种 revenant的科技有非常奇怪的执念 啊 打下先打下CAD也行 你这雷怎么扔的这么准 不科学 啊 还有敌人啊 还有CAD 呃 其实我很不喜欢这个左手边的这个换位 哦 右手边换位 所以说一有机会我肯定要把他换回来 呃 从左边走 右边走都可以 先从这边走吧 哎 这个 这个 这个就是说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城市里面 很多 地上有很多植物 但也怀疑这些植物到底是怎么长出来的 我们在其他星球上面也看到很多 就是用植物长在一些revenant的科技里面 这个也是 Sector 17 research 哦 这个地方有个熊 所以说要小心一点 我记得这个地方有个熊 哎 还有一只狗 哇 一堆狗 对 熊在熊已经来了 对 熊在熊已经来了 他又在 他又在吐雪包 水里吐痰不对啊 琴 不能这么搞 他又准备按 哈哈想來幹我門都沒有 哇這熊已經鬼畜了 他已經受不了我們這樣的隱身了 受不了也得受 誰讓你老作弊 老是很短時間內就能 這隻熊我覺得也真的是很bug 因為說他每次打我們都很快很快 他就可以拉近我們的距離 所以我也我也覺得這個熊啊 有時候挺不好搞定的 有隱身的話確實還是一個蠻好的一個buff 如果隱身的話你可以有時間來跟他拉開距離 這裡有些水裡面也會有一些可以收集的箱子什麼的 特別煩人 怎麼老收集箱子都是放在這種危險的地方 啊上面還有些人們的科技可以開 可以開吧 啊是個observer observer可以幫我們打架 沒什麼特別的 還有敵人 啊在那邊 我沒有提前小狗的土壇的聲音 我沒有提前小狗的土壇的聲音 對我們已經離外面一個塔很近了 對我們已經離外面一個塔很近了 隨時掃一下有沒有什麼東西 啊這個是我們之前這個塔又下來的部分 其實這個地方 呃就是說我們這個走的這個這個橋這塊地方 其實是還有個龍神世界的彩蛋的 就是龍神世界裡面豬兔的彩蛋 呃而且也附帶一個遊戲裡面最難的這個速度 這個我給大家看一下吧 這邊又有一個控制台 這邊又有一個控制台 我們在好位置 我們在好位置 哈哈 誒應該差不多 誒 我居然還有後面小狗答應我 現在主角受武器怎麼這麼慢 每次按一個 呃就是把按鍵按一下 這是每次要想一半天 哈哈 這根本就不是party好不好 哇這是玩命啊 對這個是 就是這個裡面的一個彩蛋 這個密地很難 有多難啊 他給的提示很少 嘖 所以說 所以說你可以從這個地方開始退吧 反正我這邊我就不浪費大家時間了 我不一個個推了 我這邊手頭其實是有 呃 有這個解法的 我原來自己解過 我把這個 我把這個解法給留下來了 否則的話這個提這個要我自己推的話 真的要推好長時間 我也不想浪費大家時間了 如果大家自己 如果覺得這個謎題 想自己推的話 就直接跳過這個部分 看之後的彩蛋就行了 看之後的彩蛋就行了 OK 這個應該就是最終的解法 這個箱子裡面呢 也沒有什麼特別好的東西 反正 但是 箱子沒什麼好東西 但是 這個 這個是我們需要找的東西 對 大家如果 這個角度看的不是很清楚 但是你要是 仔細看的話 其實裡面有一隻 龍神世界裡面的豬兔 然後把這個謎題解了之後 我們到時候可以去 那個 欸 我們到時候可以去這個星系的外面 可以看到 這個 星系 外太空飛了一個奶酪快 一個奶酪快 一個奶酪快的話 其實就是龍神世界裡面 豬兔的彩蛋 當然這裡就是 這個豬兔的彩蛋 豬兔 謎題 如果解開的話 我們來到這個星系的外面 就是做完任務的話 會看到 這個 對 對 這個是我們從來不見的 這 天空中漂浮的奶酪 對 整個打個問號 其實就是豬兔彩蛋的這個 一個部分 如果是任務過了 沒有把這個謎題解的話 那就 也就沒有這個東西了 好 那我跳上去 所以說 這個 畢社也不忘給自己 這個遊戲加加分 搞個彩蛋 遊戲 遊戲裡面其實彩蛋 在校裡面彩蛋 其實並不是特別多 呃 畢社呢 以前搞彩蛋 也不是沒有搞過 反正 以前我們 Tally 他經常 就是給他 發小機器人 這個 修畫的方式呢 也是 借用了 博樂之門裡面的彩蛋 反正很多都是這個樣子 畢社老師給自己 給的遊戲打廣告 是吧 欸這裡有個箱子 我相信剛才我們走過來 這些地 很多地方我已經漏掉好多箱子 好 這塊地方的話應該有一個 一直在看 看著 重量的撞擊 我發現 我發現 工作人員的技術 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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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你这小狗吧 不地道,你这 有玩没玩 现在了不起 啊,这又是一个Krogan 那个Bionet 这个家伙还是有硬质的 他这个泡呢,我也怕 我真的怕这个水,我去 刚刚差点又把我给 差点又把我给干了 先把小兵解决吧 那个Krogan 就是变种Krogan的话倒在说吧 还好,把炮台黑了之后 一切都轻松了 世界,世界和平了 炮台已经贵了 啊,还有这家伙 那看来把这个护照给关掉吧 反正说 敌人在对面的话 可以把这个护照 就是西顿的护照给打开 啊,不过好像已经没啥用了 开什么东西 这Krogan好像就是跟这炮对着干了起来 不过他好像 我觉得他应该是会回血的 如果是一段时间我们不干他的话 我记得我们现在好像已经打掉他一半血了 这炮也太给力了吧 吸筹混吸得这么好 完全就相当于站着撸的节奏 诶,我在这呢,看见我没 哇,他又回血了 不过他也是,Krogan这个生理技能比较相符 因为说Krogan要好几个备用的,这个 诶,我走哪里,你就躲哪儿,是吧 诶,你真是混蛋 真是,我走哪里 你在干嘛呢 翻墙很好玩吗 清理在干嘛 这不是练体育的地方 这不是练杠杆的地方,或者是跨栏的地方 这不是练杠杆的地方 或者是跨栏的地方 什么鬼这是,今天这个打架怎么这么鬼兔 嗯,我想,这来把他们最终的地方 我认为,看来 进这个水里面捡个材料马上就出来 反正这么坑爹的这个剪材料的地方也只有闭舍做的出来了 哇 差点又贵 不过还好因为这个地方呢没有什么环境伤害 如果有环境伤害的话 你的这个护盾装置就是说 生命维持装置给它吸掉的话 那真的是很危险的事情 哇 一把CAD就是枪血 诶 这是第一个塔 又是一些没扫过的东西 然后这些 呃 暗杆 呃 不是暗杆 呃 这些地方的一些 呃 Stasis Pod 就是像我们这些冷冻舱一样 都是这么些个东西 然后在开关打开之前 我们当然是不能进到这些 呃 这个墙壁里面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剧情吧 那我们所有这些 冷冻舱里面 或是这些仓储里面 全都装了暗杆的一些身体 那些人在做一些传绘性的 对 这些暗杆的都是这些 写真的 对 这些暗杆的都是这些暗杆的 对 这些暗杆的就是创造这些暗杆的 就是说AI创造生物跟我们银河系完全都反过来的,对不对 但是这个并不能改变Angara 这个种族的一个现实 当然如果把Gio带过来的话,它肯定有很大的反应 所以Meridian是一个可以创造生命的地方 我能说到Remnant建造者的最终的意义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Archon可以做,用它来毁灭生命 但是相反的,这个Archon怎么会用这个Remnant的科技来毁灭生命呢? 你不是有病吗?你不是想收集这个基因材料吗? 想毁灭生命你的目的是啥?那是吧 但是我们不能让他来占领Helios星团 Helios是在家,对Angara和我们的家 一起来,我们可以让Archon毁灭生了它 我们比较早就能够到那些控制 嗯,知道一个消息 这个Angara是Angara他们的这个 Angara是这个星系里面的被创造出来的一个生命 这个就有点意思了 Jal是个朋友 我们必须要告诉他我们的Angara 我知道,我们会告诉Jal 让他订阅如何传媒给他的民众 那是某种植物 这上面有个Remnant的核心 很容易漏掉 所以说 对,先上去 那些观察者还没有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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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我把那扇开了 对 上面,就是从这个地方跳上来的话 可以开启对面的门 对面的门就是从这个地方开的 诶,我不打他也行 反正我也不想打这些机器人了 反正我也不想打这些机器人了 我们来拿的就是拿这个Data Cool 这还有一些Arngara这些 其实并没有什么 这个多余的 这还有一些Arngara这些 不,这些Remnant的数据板 这个扫了他 其实并没有什么 这个多余的 多余的研究点数 原来是有的 后来还不知道哪一个更新的之后 就是游戏哪一个补丁更新的之后 这些数据板上面的 诶,这些多余的研究点数全都没有了 可能那是为了他的力量 这么浪费 知道了,全部都在上线 哇,整个时间都在那里 那里有一个工作室 这怎么应该是 好,我们就要去另外一边的塔了 这个地方全都是相通的 不过来的话要小心 这边要打一个那个 又打一个完美者 可恶 我先把枪准备好 我先把小兵打了再说吧 先把小兵打了再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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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啥都看不见了 刚才就一群烟雾 我怎么赌啊 我晕倒了 我怎么赌啊 我晕倒了 这个完美者不知道要打多久 反正看吧 也不能离他太近 原来被他 直接进战给弄死过一次 烟雾尔 武器啊 我去 也不能离他太近 原来被他 我來換個地方吧 跟他近了就感覺心裡很方 人去哪 在這 這個Lion的這個SMG確實太不給力了 還好現在打這個完美者已經有套路了 所以說打的不費力 你又混蛋你混蛋你又不掉東西 小鬼 打的這麼辛苦屠殺 那下一波就是去另外一個塔 我現在說這個地方全是相通的 所以說 從我們現在這條路也可以去我們對面的一個目的地 這邊有什麼可以掃的嗎 聽見燈燈的聲音 什麼東西可以掃 我小狗煩不煩 哎呀一聽見這個掃 能掃描的聲音我就 忍不住想看哪裡可以掃 要不然就是這條線吧 搞不清楚 哎呀還好有個樹把我接住了 感覺是確實有點驚悚 感覺是確實有點驚悚 啊這種地方也得藏箱子 能不能行啊 沒有人真的住在這裡嗎 我不知道 可能 也許曾經有人住在這裡呢 沒有 沒有 好 有些人 有些CAD也死在這個地方 看來這裡有別的敵人 當然也說肯定是RAMMY的一些科技 但是我們需要先進去另一個塔 我們可以從這個地方呢 走到這個我們要去的目的地 但是得把另外一邊塔也得打開才行 不行這個 這個地方還必須先搞定它 好 好 好 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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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量的能量